滾呀滾,今天滾到这里吃麻辣火锅 很好吃,我猜不到这个味道 好吃,我第一次这样吃猪腰 究竟猪腰要怎样吃? 疫情回稳,大家又开始四出觅食 订了整个星期台 终于被我订到这家愚味晓宇重庆麻辣火锅 重庆老火锅是村瑜地区汉族传统美食之一 以麻辣为主 这家愚味晓宇由1995年的一间小店 发展到2012年成为重庆市民评选的 五十大重庆火锅品牌 我就当然要来试一下 好了,未吃那么辣的麻辣火锅之前 很贴心,它有一个糖水 不过糖水不知道甜不甜 喝完这个糖水多辣都不怕 进来用手机掃一掃的QR Code 就可以开始点菜了 好了,今天我就试一下这个鸳鸦窝 不过其实它还有一个特色狗公甲窝 很多的 这里大部分的食材都可以半份半份叫 价钱也不算贵 我本身就不吃牛的 所以就点了些猪和羊肉片 还有很多淋淋种种的美食 是不是看到画面都流了口水呢? 哇,这些材料看来很新鲜 还有这个酥肉可以就这样吃的 好了,不要说那么多 哇,我都开始用来吃了 先放点东西 看来这一餐也是一餐非常好吃的边炉火锅 我除了点蔬菜腩之外 吃重庆火锅没有锅笋又怎样呢? 锅笋口感一流 爽爽的,有咬感之余 又有好香甜的鲜味 锅笋口感的味道 真是超棒的 好了,先吃一下鲜 鲜应该煮十几二十秒就可以了 不过有些地方鲜是煤的 儘管试试今天这里的鲜 行不行 先吃完鲜 吃完鲜 一会也会吃些猪腰 因为这里的猪腰是很特别的 刚才有姐姐教我们 猪腰要加多一点点东西 熟了 不过先卖个关子 让我先烤一下鲜 其实它一卷完 基本上鲜就可以了 如果太久就会煤好 好像鱼片那样 好了,应该就行了 我这次就用这个 芫茜皮蛋汤那边 因为不想吃到那么辣 明天晚上回来没声做节目 好 儘管试一试 最后也是点了 好爽 哇 哇 这个是不是叫脆鲜 好吃 还有鲜味很鲜 荃湾店本身店面不算大 不过服务就很好 无论要加汤 还是有额外需要 服务员都随随随到 座位方面都算舒服 好,接着就是猪腰 刚才上猪腰的时候 其实有支牙签写着 10秒就可以了 那我们尽管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10秒就可以了 不过我猪腰的东西 我都不太敢 所以我放15秒 拿回来的猪腰看到就很漂亮 不过呢 其实刚才他们上猪腰的时候 都教了我们 就用这些辣椒粉和这些葱段 煮完 咸它下去 接着吃 哇,看起来好像很辣 很好吃 我猜不到这个味道 好吃 我第一次吃猪腰 你都可以来试一下 对于我们这些香港人来说 吃完火鍋 又怎样可以没有公仔面 其实晚市是不提供公仔面的 不过他们见我这么想吃 都拿了一些午市的出钱一丁 来让我认下急 哇,这些火鍋精华煮过的面 又怎样会不好吃呢 看下我吃到呢 唉,又肥多磅了 今晚吃了这么多东西 买单大约740元港币左右 价钱和同类的火鍋店差不多了 希望你喜欢我今次的介绍 记得Subscribe我们MEMO的Facebook专业 和Youtube频道 和Alfred Mac的Facebook专业 今集说到这么多 下次再和你吃好东西 拜拜